2019年起纷纷迈入移动城市还有智慧城市的大趋势 台湾广宝科技公司最近特别在美国消费电子大展上 推出了多项新的科技 要让美国民众提前感受到即将实现的未来生活 选在赌城消费电子大展上 立起精简美学设计 高雅美观又醒目的LED智慧路灯 不知省电照明度高 再搭配上高清大荧幕与人工智慧 更能提供过路行人最及时的环境数据 不论天气空气品质温度变化等 以硬具权聪明又贴心 这个智慧灯感它整合了相关的智慧城市 IoT sensor感测器杂道器等等 可以收集各个地方的感测器的资讯 同时它能够提供跟民众跟游客互动的一个电子显示屏 这个电子显示屏这次在智慧城市展里面 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游客来参观 由LED智慧路灯善用空间美学外 产品还可搭配高敏感度摄影机与人工智能 来回报各种突发状况 甚至可以自动反映 快速切换路灯 让马路不再如虎口 当它侦测到有行动不便的人士 年纪比较大的老人 他想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他会自动调整它的秒数 延长它整个绿灯的时间 让这些民众有更好的 更充裕的时间可以通过马路 且进一步联合全球科技领航公司 微软整合人脸辨识技术 打造出结合产观学的城市生态系统 可提供舒适又便捷的未来生活 从台湾第一家上市电子公司起家 台湾光宝科技发展超过40年 不间断 不只要持续朝光电节能 智慧科技最佳伙伴的理想迈进 透过美国消费电子大展 更要扩大服务全球客户 成为最佳首选的事业伙伴 东西文彭迪勇志 在拉斯贝加斯的采访报导